目前50岁以上的族群最关心的十件事 50岁以上的族群关注的十件事 因个人经历和背景等各方面因素而已 以下是一些可能会引起他们关注的主题和议题 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 健康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50岁以上的族群可能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 包括身体、心理和精神方面的问题 退休 50岁以上的人群可能会开始考虑退休计划 包括退休储蓄、退休收入和退休生活方式等问题 家庭和社交关系 50岁以上的人群可能会更加关注家庭和社交关系 包括家庭成员的健康、安全和幸福 以及朋友和社区的联系和支持 金融和投资 50岁以上的人群可能会关注自己的财务状况 包括投资、退休计划和财务规划等问题 生活方式 50岁以上的人群可能会关注自己的生活方式 包括饮食、健身、旅行和娱乐等方面 科技和数字化 随着科技和数字化的发展 50岁以上的人群可能会关注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包括使用新的数字技术 了解网络安全和隐私等问题 文化和艺术 50岁以上的人群可能会关注文化和艺术方面的问题 包括音乐、电影、书籍和绘画等 社会问题 50岁以上的人群可能会关注社会问题 包括环境、教育、社会公正和人群等一体 个人成长和发展 50岁以上的人群可能会关注自己的个人成长和发展 包括学习新技能 探索新兴趣和实境个人目标等问题 针对市场上的族群信息差 针对50岁以上的市场为核心买家 提供透过网络就能够成交的商业项目 比如说网络教学 教导该族群特别需要的知识 提供比较具体可行的范例 在线语言学习平台 50岁以上的人群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和兴趣 来学习一门新语言 特别是如果他们计划在退休后旅行 您可以创建一个在线语言学习平台 提供基础 中级和高级课程 包括词汇 语法和发音练习等 让学生可以在自己的节奏和时间安排地学习 营养健康教育网站 50岁以上的人群可能更加关注健康和营养问题 因为他们需要更好的健康状况 来保持活力和独立 您可以创建一个营养健康教育网站 提供有关饮食 健身 疾病预防和草药疗法等方面的知识 以帮助人们更好的管理自己的健康 在线投资教育课程 50岁以上的人群可能更加关注自己的退休储蓄和资金管理 您可以创建一个在线投资教育平台 提供基础和终极的投资知识 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投资策略 风险管理和投资组合的构建等 数字技能培训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50岁以上的人群可能会发现 自己缺乏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 您可以创建一个数字技能培训平台 提供基础和高级的课程 包括电脑基础 网络安全 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等 以帮助他们更好的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 在线旅游指南 50岁以上的人群可能会更频繁地旅行 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 您可以创建一个在线旅游指南 提供有关旅行目的地的详细信息 包括文化 历史 美食 住宿和交通等 以帮助他们计划自己的旅行 以上是一些具体可行的商业项目 可以透过网络就能够成交 并且针对50岁以上的市场为核心买家 请注意 要针对特定族群提供有价值的知识和服务 需要进行市场研究 并确保您的项目 在创新性和实用性方面 都能够与目标市场相匹配 以下是进一步的建议 了解目标市场的需求和痛点 在创建商业项目之前 要了解目标市场的需求和痛点 这可以通过市场研究 调查和客户反馈等方式来完成 确保您的商业项目 能够解决目标市场的需求和痛点 才能吸引并留住客户 优化您的网站和用户体验 确保您的商业项目网站 易于使用 导航和购买 在设计网站时 要考虑目标市场的技能水平和数字素养 优化您的网站 并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 可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转化率 利用社交媒体和内容营销 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和内容营销 可以增加您的品牌知名度 并吸引更多的目标客户 确保您的社交媒体内容有趣 有用 并与您的商业项目相关 顶期发布内容和参与社交媒体群组 可以增加品牌曝光率和客户互动 创造诱人的优惠和奖励 创造诱人的优惠和奖励 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户 并提高购买率 例如提供折扣码 礼品券或免费使用 可以让客户更容易购买和体验您的商业项目 建立良好的客户服务和支持 提供良好的客户服务和支持 可以增加客户的忠诚度和满意度 在客户服务和支持方面 要考虑目标市场的需求和偏好 例如 如果您的目标市场不擅长使用数字技术 您可能需要提供电话或电子邮件支持 而不是指提供在线支持 总之 针对50岁以上的市场 为核心买家提供透过网路就能够成交的商业项目 需要深入了解目标市场的需求和痛点 并提供有价值的知识和服务 可以帮助您吸引更多的目标客户 并提高购买率 请以商业大师的角度 提供最新并且最有效的商业思维 针对Honline Business 网路企业 零投入的前提 如何在一周内完成一些吸引人的文案 并且找到实际的买家 完成真正的交易为核心想法 不要只是理论 而是有极大的可行性 在零投入的前提下 要在一周内吸引实际买家 并完成真正的交易并不是一事 以下是一些商业思维 可以帮助您达成这个目标 了解您的目标客户 在您开始撰写文案之前 首先要了解您的目标客户是谁 了解他们的需求 兴趣 行为模式和购买偏好等信息 可以帮助您撰写出 更有针对性的文案 通过社交媒体 网络调查 问卷调查等方式 可以获取这些信息 用吸引人的标题 标题是吸引潜在客户注意力的第一步 确保您的标题有趣 引人入胜 简洁 并让人们想要了解更多 您可以通过使用数字 问题或亮眼的词汇等方式 让您的标题更吸引人 写一个清晰而有吸引力的简介 在您的文案开头 写一个简短而有吸引力的简介 以吸引读者进一步了解您的产品或服务 确保您的简介清楚地传达了 您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 以及您如何解决客户的痛点 制作视觉内容 包括图像 视频 漫画等视觉内容 可以吸引潜在客户的注意力 并使您的文案更生动 有趣 您可以使用免费的图片库和设计工具 制作这些内容 利用社交媒体 利用社交媒体平台 扩大您的影响力 您可以创建一个专业的社交媒体账户 并在不同的平台上 发布您的内容 通过参与社交媒体群组 发布有趣的内容和与客户互动 可以增加品牌知名度 吸引潜在客户的注意力 制作一份免费的资源或提供优惠 提供一个免费的资源 或优惠可以吸引潜在客户的注意力 让他们更容易愿意与您联系 这个资源可以是一份电子书 报告或工具 优惠可以是打折或提供免费使用 确保您的优惠能够引起客户的兴趣 并与您的产品或服务相关 利用电子邮件营销 如果您已经有了一些潜在客户 或客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可以利用电子邮件营销 将您的文案发送给他们 确保您的邮件内容有趣 简短明了 引人入胜 并将重点放在解决客户的问题上 最好在邮件中包括您的联系方式 让客户可以轻松地与您联系 使用口碑营销 口碑营销是一种通过客户推荐您的产品或服务 来获得新客户的方式 您可以通过让现有客户分享您的文案或产品 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好评 来促进口碑营销 来促进口碑营销 优化您的网站 您的网站是客户了解您的产品或服务的主要途径 优化您的网站是其易于导航 易于使用和视觉上吸引人 可以帮助您获得更多的潜在客户和转化率 测试和优化 最后测试和优化是吸引客户和获得交易的关键 测试您的文案 标题 优惠等 以确定哪些内容对客户更有吸引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根据客户反馈和数据 不断优化您的文案和策略 以达到最佳效果 总之 吸引潜在客户并完成交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需要耐心 创造力和不断尝试 使用上述商业思维 定在您的网站 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适当的平台上 测试和优化您的策略 有望在一周内 获得更多的潜在客户和更多的交易 透过网络教学 可以协助并且解决50岁以上的族群 关注的许多问题 以下是一些具体例子 健康问题 许多网络教学平台 提供有关健康问题的课程 包括如何管理慢性疾病 如何保持身体健康 如何进行心理保健 等方面的指示 通过这些课程 50岁以上的人群 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并采取措施来预防和治疗疾病 退休计划和金融规划 网络教学平台 也提供有关退休计划 和金融规划方面的课程 帮助50岁以上的人群 更好地了解如何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 包括如何储蓄 投资和管理自己的财务 科技和数字化 50岁以上的人群 可能会感到困惑和不安 面对不断发展的科技和数字化领域 透过网络教学平台 他们可以学习如何使用新的数字技术 了解网络安全和隐私问题等 从而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变化 生活方式 透过网络教学平台 50岁以上的人群 可以学习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 包括如何饮食健康 如何进行健身锻炼 如何规划旅行等方面的知识 这些课程可以帮助他们 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 提高身体健康和心理幸福感 总之 透过网络教学 可以为50岁以上的族群 提供有价值的知识和服务 帮助他们解决健康 退休 金融和投资 科技和数字化 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问题 如果您的商业项目 可以提供这些课程或服务 可以吸引更多的目标客户 并提高购买率 退休后的生活 50岁以上的人群 可能会关注退休后的生活 包括旅行 志愿服务 追求梦想和享受生活等方面 总之 50岁以上的族群 关注的主题和议题 各不相同 但健康 退休 家庭和社交关系 金融和投资 生活方式 科技和数字化等方面 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关注 如果您的商业项目 能够解决这些议题中的 一个或多个 可以吸引更多的目标客户 并提高购买率